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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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月啊 我们家老太太这丧事 办得有点意思吧 够排场吗 何止是有排场了 是太有排场了 要不是啊 你把那个纸活给砸了 那不就更排场了 是不是 破除迷信吗 郭大哥 那个事都过去的咱不提了 就这么办 也比高百万那个排场大多了 那是 他能跟我比 小鼻子他爹 差老鼻子了他 那是那是 我比 我嫂子蓝月都来了 那还说啥呀 蓝月啊 是真给面子 管公主 冷月啊 这是给你准备的校服 试试啊 我回避一下 迴避一下 不 顾大哥 这校服我不穿 为啥 那个 来之前 梁经理没跟你说清楚我的条件 说啥了 二叔 你没跟人说清楚 那个 我刚才跟顾大哥没太说清楚 行 二叔没说清楚 那我再说一遍 我之前跟蓝天说了 说老太太走了 我可以来送 可是我有三个条件 不贵 不哭 不带笑 那你来干啥来 顾大哥 你们家老太太 是九十九岁的善终 这在咱们农村算是喜丧 喜丧就可以弹琴唱曲 我想过来给老太太唱一段 也算替你们孝男孝女 静静孝 可我要的是枯酒厂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你请别人吧 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顾老太君啊 九十九岁高于 九十九岁 那按照传统习俗来说 就得传九十九道菜 这九十九道菜传完以后 天哪也就亮了 所以 两个九 二九一十八 我们传十八道菜 二十八道菜传统习俗来说 来 来 来 好吧 咱们在 商量商量 顾大哥 要不咱们商量商量 你们两个一句话都不说 对吧 也不能就这么闷着头啊你 是不是钱的事啊 这不是钱的事 你说你干啥啊 我说这你也不行 我退了一万步了都 那就算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顾大哥 你求我这事也不行 那你来干啥来了 我来给老太太唱一段啊 可我是让你来哭酒馋 哭酒馋我肯定不哭 你不哭我用不起你 你马上走吧走 顾大哥 嫂子嫂子 你不能走啊 你要走了这个事就彻底砸了 你没听见吗 是人家撵我走 你等会儿等会儿的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顾大哥 你不能让我嫂子走 她要是走了 咱们下边咋进行呢 这相里相心都看见我嫂子来了 待会儿我嫂子不上场 你咋交代 到时候大家还以为你说大话 根本就没请动我嫂子呢 行 我再往后退两步 你可以不哭也可以不跪 但你总得把那校服穿上吧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穿校服 好 好 我再退一步 你可以不穿那校服 你也可以不哭 但是你能不能跪着唱你那个曲儿啊 唱你那曲 我答应你唱你那曲 顾大哥 我真的不是为难你 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喜洋洋不是什么钱都赚 你让我跪着唱 你说我怎么唱啊 所以我不能跪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到底来干什么了你 给老人家唱曲送终 我用不着你 我要的是枯童铲 你给我走 我告诉你 我吃了他这个酸黄粿 我还不做凉菜了 我给我妈出酒肠 我自己来 来 十八道菜传完了 大家说热不热吗 有 还有更好的 我希望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请出著名民间二人传艺人 我的姐姐蓝月 登台现役 你 姐 蓝月在那里 以热烈的掌声 请出蓝月 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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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一起喊 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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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好 你竹子童了架势 人想在心里多难 此母恩情可要牢牢记心 见那师女怀态不容易 老死疾病身上肠 爱到生儿时 如同过那鬼门关 等儿此母心中喜 养儿此母晚安难 怕儿我来 怕儿病 怕儿热我来 怕儿寒 转眼而算 都长大 此母脸上 咒儿天哪 站在门旁朝远方 盼儿能来 温暖寒 盼来盼去 无踪力 他们都忙啊 只要儿孙过得好 看不看我 无怨言哪 忽然一日传落后 此母撒手归阴间哪 儿孙悲伤其懊悔 大半丧事求心安 你就是把天下财富全花劲换不回 此母回人间 老人家你一路走好 我回头看忘掉这世间 万万万啊 小草 炸死了 你这是干啥呀 一大早就喝呀 跟你死不是一样的 快成酒鬼了 我怎么能跟她一样 喝一杯酒啦 我当好事了吗 天啊 天 吃饭了 哎呀 你喊他干什么 他也气不气 别管他别管他 咱俩吃咱俩 天啊 都啥声 来啊 哎呀 昨晚上睡觉 那是老嘴 头都疼 哎呀 慢点 这边啊 嗯 哎呀 从小睡觉就不老实吗 看骨骼 能不落诊吗 哎呀不行不行 疼疼疼 行你不用闹 你洗把脸刷个牙去吧 先吃饭吧 嗯 嗯 哎呦 昨天晚上咋回那么晚呢 都后半夜了 妈妈妈酒放 酒放 妈 别吵我 我要跟你俩说一件 让你们 特别特别震惊的事 啥事儿还特别震惊 你别吓我吗呢 我姐 昨天晚上创造了人间奇迹了 啥奇迹啊 一顿唱啊 把顾老太太 给唱活了 能想象到吗 别来瞎扯啊 还能把老太太唱活了 啊 儿子没有正经科就别唠啊 胡说八道 真是神了 丁大美人啥事神了 没听说吧 顾家仆的老顾太太 本来已经厌气了 来院上去一顿唱 啵啰啰啰 下给唱活了 把老顾太太唱活了 那也太厉害了吧 瞎说吧 怎么能是瞎说呢 我呀还正在那儿唱呢 这老太太一下就坐起来了 反正就说话了 说姑娘啊 你唱得可真好啊 真好啊 但是叫你唱活了 妈 那可不是啊 哪有那么悬呀 后来才知道 这老太太就是一口弹没上来 卡到那儿了 可是他们家人以为他妈死了 就给开临床上去了 没想到 我正唱的时候 这老太太那一口弹啊 就出来了 一下就坐起来了 就活了 你可拉倒啊 人死了还真能唱活呀 老太太压根就没死了 当年我二舅爷 也是躺在临床上 这个孙男弟女正哭着呢 老爷子咳嗽一声 从临床坐起来了 活了 活了 神了 太神了 不仅是活了 老太太把麦克风 一把就给抢回来了 舍甲又是唱又是跳的 全场都让她给嗨翻了 妈姐 能把死人给唱活了吗 神不神奇 真有神声 你怎么不信呢 你不信你问我解决 那可真有点神呢 可不 我都佩服你俩 妈 那不生了这么个姑娘呀 妈 我跟你说啊 我姐从此 那就远近闻名了 你听着吧 十里八岁啊就得传 哎呀 兰月把那老太太都给唱活了 是 肯定得这么传呀 朗朗啊 咱们得想办法啊 让兰月回喜洋洋啊 你说最近这几场演出啊 人家都点名让兰月去啊 我跟你说 钱给的还不少 兰月要是不回来啊 咱们以后这活不好干 他就是不回来 有什么办法啊 活像是您做的 办法是人想的 无论如何 也得把兰月圈了回来 哼 我是没办法了 那你想吧 好 好 好 哎呀 哎呀 小子好点了没 还那一样 哎呀 我有点事儿麻烦你 你说 今天不是新一天吗 我想带那个连生到城里找到妈去 等我妈一个人在家不放心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没问题呀 你啥时候走啊 我过去走 那行我一会儿就过去 好了啊 那沈子我走了啊 好 嗯 妈 还得赶紧收拾 弄完了之后啊 我过去帮着看一下徐老师 村里那么多人 他咋非求你去照顾他妈呢 生气了 你别逗我 我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 你说你俩年轻的时候 谁不知道你俩谈过对象啊 你说现在接触这么多人 人家不说闲话呀 怕啥呀 你离他远点 不就啥闲话都没有了吗 妈 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信任我呀 妈 信任你 可我不信任那个董家亮 妈这一辈子 早就看明白了 男人 没有几个信得过的 都不是好东西 是吗 那我公公 要照你这么说 也不是好东西啊 你怎么老强了我说你 你老公公 就他是好东西 还笑你 行吧 瞎都好 就说话爱情人 你拿了 你这儿干啥呢 叮嘣嘣嘣嘣嘣嘣 还把小兔子给放出来了 兔子弄不坏了 我定你了 什么时候走啊 我等连程喜完座 以后再走啊 男女儿 爸 我听说昨天晚上 你爸一个老太太唱活了 你本事够大的了你 我听说 什么呀 那能把人唱活呀 是那老太太啊 根本就没死 是一口痰没上来 卡到嗓子眼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哎呦喂 跟你说外面穿得可神乎了 说 你把一个老太太给唱活了 你知道吗 这回你们洗了牙子 冰成大灶了啊 是 来来 放点 来来来 你放点 来来来 来来来 我整她手都吸一手 给你更证一下啊 我现在呀 不是喜洋洋的人 哎呦 喜洋洋洋你回去了 那你回不回去 你说我回去还是再绝绝 要我说啊 你就别回去了 他们那儿演得无戏八道 要是回去了 他们又不改的话 尤所你明运你知道吗 你说的没错 我是不应该回去 是 你说 当初老浪团的二人传 唱多正座 看什么都可以搞得新的 是太过火了 要是我师父还活着的话 他肯定也接受不了 他们现在这样 五转唱 南院阿姨 邓老师 我作业写完了 写完了是吗 嗯 那下边南院 就辛苦你一下好不好 客气啥呀 赶紧走吧 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行 我一会儿来一个行 等会儿 连生 听说你歌唱得可好听的 没有 我唱得不好听 你怎么那么谦虚呀 阿姨知道 你今天要跟董老师 找妈妈去呀 对 那你知道你妈在哪儿吗 不知道 没关系的 不知道啊 要董老师带你去 肯定能找找 嗯 来 好了 走吧 那我们先走了啊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走 陈老师 找你 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你妈妈了 我一年多了 去年夏天的时候 她来看过我一次 你妈妈又结婚了吗 知道 那妈妈是在打工呢 还是在做生意呢 我不知道 先生 我告诉你啊 咱们要是能找到你舅舅呢 就能找到你妈妈 对 那你妈妈知不知道 哪个去世的事呢 好像是不知道 老师啊 我妈妈要是不要我 你还会不会把我送给我大爷 不会的 妈妈要是不要你呢 就跟老师回家 咱们身家 是不是 你说我回去还是不回去 要我说啊 你就别回去了 他们那儿捡的无稀疤子了 要是回去了 他们又不改的话 就算你禁运你知道吗 你说的没错 我是不应该回去 董家亮这个红蛋 咱们也没得罪过他 他凭啥话给咱们呢 你说凭啥 兰月那么好个女人 没嫁给他 嫁给你大哥了 他能不恨吗 能不恨你们老郎家吗 这小子 这小子杜亮也太贼了 这都过去的事他还记得 有意思了你 啥过去的事了 现在从头带来不也敢趟吗 他把你们老郎家给败坏了 他就有机会了 这你还不明白 我还真没看出来 这小子坏得是头顶身疮 脚底冒浓啊 不过这回这事啊 他坏得好 坏得太好了 啥意思 咱不是想不出 让兰月回喜阳阳的办法吗 这回有了 咱们就用这个录音做文章 把兰月不回喜阳阳这个事 全都赖在他董家亮身上 他兰月要想给董家亮洗清身 唯一的办法 就是得乖乖地回到喜阳阳 媳妇 你这个主意非常很好 采芳 你这辈子算是白瞎了 啥白瞎了 就你这么多心眼吗 要是出去混的话 准能够成就一番大业 您是夸我呀 你是干啥呀你说你 吐我一脸吐不醒啊 放松 哪有那么夸张啊 放松 你放松 放松 怎么样 起来起来转转 好了 又江湖小神手啊高云剑 你这手艺在咱们村里都白瞎了 你应该去城里 开一个按摩诊所 就专门给那些城里人按 我听出啊 他们天天按 按一次的好几百呢 你往残了按给他们 往残了按 对啊 往残了按 再给他按好 再往残里按 再给他按好 残残好好 不就认出钱了吗 你小子够坏的了 哎 真 城里人啊就是有钱 你就要得收拾他们再行 来我往你弄 你不给他们按舒服啊 就是不行 啊 小姐 我这次就不收钱了 收钱 五万 我 那我卖身去 姐 上次 我让你帮我 问那小灵人那事 你问没问 问啊 咋说的 还是那道科 就是喜欢董老师 跟你啊 不来电 那你没帮我说说好话啊 锦上添花上的 哎呀 我这好话都说了好几大筐了 可就是没用 脸上这姑娘呀 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了 你说啥 她都听不进去 要你这么说 我就没戏了呗 就死这份心呗 那倒也不一定 那对我姐是个高招啊 这女孩子吧 你救得好 就得宠 就得宠 特别是她遇到啥困难 不管是她本人 还是她家里 你第一个就得宠上去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没钱没力 你得出一份心意 还挺押韵呢 那什么出心意啊 这心意就是表示同情呀 关怀呀 安慰呀 这还用我教呀 你一个著名喜洋洋婚丧嫁娶主持人 这上台小嘴巴巴的 这词不说一套一套现成了呀 是 高兴姐 我忽悠别人啊 我这词一套一套 我一见到小林啊 我就沾不开嘴 跟不上溜 你说难受不难受 我现在真希望她能遇到点困难 那困难越大越好 就像你说的 我第一个冲上去 我有钱出钱 我有力出力 我帮她把事全摆平了 你别摆乎啊 这要真到了关键时刻 让你出钱你舍得呀 舍得 一百万 不可能 日出啥事呢 需要一百万 那十万呢 十万不叫事 她要真遇到困难 十万块钱我就摆在她面前 就一个字 小林 花 还真挺爷们啊 我纯爷们 真 可惜小林啊 不喜欢我这种爷们的人 徐老师 快来 水正好合适 赶紧喝点水 来 徐老师 对 先上课 同学们 上课 老师好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把手背回去 同学们 今天 我来给你们上一堂课 讲讲 鲁迅先生的 床前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这首诗啊 是 是 是宋朝伟大的文学家 是宋朝伟大的文学家 苏东坡的作品 下面 我 我给你们朗诵一遍 床前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同学们 我讲得好不好 好 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 有点不对劲儿 徐老师 哪儿不对劲儿呢 有一个能力 那个男生不见了 就天天跟在我身边 那个男生 我知道 徐老师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他出去办事了 一会儿就回来 不行 他会走丢的 我得把他找回来 不会的 他说了 办完事就回来 不行 他会走丢的 我得把他找回来 徐老师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你别拦着我 这是要去哪儿 徐老师啊 要去找佳亮 你是谁 我 我秦晓菱啊 秦晓菱 秦晓菱 我就是 经常来你家唱歌 唱云朵的那个秦晓菱 云朵 云朵 对 云 唱云朵 晓菱啊 经常跟董家亮在一块儿唱 她唱得可好听了 你想不想听啊 太好了 你要想听啊 咱们娘俩坐在那儿 先喝口水 慢慢请晓菱给你唱 来 给她唱一下啊 快 您坐着 先喝口水 我一定会来 越过那一片海 我一定会来 越过那一片海 那年我离开像一朵云彩 淡淡地飘向天外 打主板点对点 我今天给大家说一点 之所以给大家说一点 之所以给大家说一点 就想生活幸福点 家庭和谐温暖点 媳妇 你干啥去 你干啥你这是 你没听见哪 又跑老董的唱去了 你就别管了 我也烦 小玲唱好了 不也帮着喜洋洋挣钱吗 挣啥钱挣钱 她不让蓝月回喜洋洋 我怕她把小玲 又给我骨头跑了 脸是这么个脸 你不能过去打架你 别管我 媳妇 放开你 你 你 这 这 这又什么事 灵儿 回来 干啥 家里有活 他们都走了 好 家里有活 回家干活去啦 我还没听够呢 进去 跑那屋瞎嗷嗷啥去你啊 你问我要啥 你问我要啥 跑那屋要啥去了你 不务正业 我唱歌咋是不务正业呢 我是为了喜洋洋好 跟我叮嘴是不是 凭啥管我唱歌啊 我没管你唱歌 你唱歌行 你非上她家去唱啊 她家是剧场啊 你在那唱她能给你钱呢 我跟董老师学唱歌 你管不着 我还犯法不成 快回来 你放开我 回来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怎么放开你 我回来 你也回 上来 别在那边都吵吵罢伙的 那全都为了笑 别碰我 快 你看 你看 你给我说话 你给你跟我这样 小玲 你二姨不愿意 你去内院唱歌啊 我唱歌有啥毛病 你说有啥毛病 我告诉你小玲啊 你妈把你交给我了 我就有权利管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点小心思啊 成天黏着你董家亮 挺大个姑娘 再那么不想怀哨 行行行 别说那么难听 再说了 那董家亮他有啥好的 一个老师 一个月能挣几个钱呢 家里还有个傻吗 小玲 你咋的了 你怕你嫁不出去啊 你着啥急啊 你要不要脸呢 你还是我二姨吗 我咋不说你二姨了 你要是我二姨 你能叫我骂我 谁谁谁谁 这干啥呢 大老远就听见了 成天往董家亮那儿跑 上那屋去唱歌去 我一说两句你看 你看你看给我喊的 嗷嗷喊 小玲儿 你也是啊 你总往那样跑着啊 有了想不好 你管不着 这 你看 你看这样 谁说跟谁来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小玲儿 你要是在这臭脾气 赶紧给我滚回家 我不要你了 二姨 走着走 我还不信了 我离了你了 活不了了我 走走走走 小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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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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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别着急了啊 你一定把小玲儿找回来啊 行了 小玲儿 你看 跟外甥女说话 能不能不说得那么难听 又不是亲闺女 你管不着 有意思了你 徐老师 那 那我就给你唱 我小的时候 你教会我唱的那首歌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行 那我给你唱了啊 月亮在白莲花般地 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古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你哭出花枪女高音来啊 你叫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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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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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倒是眼睛了 你快让我看看 你快让我看看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你这得去医院啊 不用去医院 没事没事没事 快 让我看看 你可死了啊 你让你气我 我不让你气我 你还气我 没打工你是吧 你找我干啥 领儿 我今天必须 认真严肃地跟你聊一次 不用认真严肃 我知道你想聊啥 你就吹吧你 你说我想聊啥 你要能猜着啊 我把眼珠扣着给你 你 不用认真严肃 你说吧你说吧 许师傅 啊 外面有人找你 说是你外甥 找我啊 喂 早上这菜就出去啊 连生 老舅 你 你啥时候来的 你刚来 你找我有事啊 这位是 你好 我是连生的老师 我叫佟家亮 佟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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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是不是 是这样 连生的奶奶去世了 奶奶去世了 别难过啊 是这样 您也知道 连生这孩子 从小就跟奶奶在一起 现在奶奶走了 也就没有人管这孩子了 她大一个人 想把这人送回来 连生死活得不同意 她跟我说了 她妈妈在城里打工 只有你知道 她妈妈在什么地方 您能告诉我 她妈妈在哪儿呢 我那个妹妹 都是熬调 我们都变大了 老舅 老舅 这叉 你就跟我说 她妈妈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林 你别以为我 刚才跟你讲故事 我跟你说那番话 都是真心的话 我真愿意为你去死 你为我死有啥用 你死了 我能得到啥好处 你怎么这么现实呢 这就是个比喻 比喻 我爱你有多深 真的 月亮都可以代表你的心了 月亮根本代表不了我的心 能代表我的心 只有太阳 梁儿 我要像太阳一样 给你阳光 给你温暖 给你幸福 梁儿 你别再抱有幻想了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你放弃吧 我放弃啥 放弃董家亮 别再幻想她会爱上你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这话说得我耳朵都出箭子了 我以前 只是随随便便跟你说说 但是今天 我要郑重 认真 严肃地跟你说 因为我相信 总有一天 董老师和我姐 会走到一起去 成为终生伴侣 你说这话 有啥依据啊 肯定有根据啊 啥根据 啥根据 啥根据我就不跟你说了 但你相信 我肯定不是瞎手把刀 你的意思是 将来你姐 肯定会跟董老师走到一起 就在不远的将来 那他俩现在 现在没有任何 那不就得了 将来的事谁能预测呀 明天发生啥事 你知道呀 只要现在他俩没关系 那我就有机会 只要有机会 我绝不放弃 董家亮那有啥好的 你跟我喊啥喊呀 董老师有啥好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不重要 灵 灵 你迟早有一天 我会撞到头破血流的 你会倒霉的 头破血流我愿意 site Bureau 看这些麻雀 在晋回 complete 呀 哎是哪个难挂家 哎是哪巧 但哈 我 wol 还在那个太阳桥 说什么要说什么 说两个笑还不假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什么要说什么 说两个笑还不假假 说这话 风儿燃出你 说这话 花儿结成花 说这话 白儿长成花 说这话 爱儿长成花 说这话 风儿燃出你 说这话 花儿结成花 说这话 爱儿长成花 说这话 爱儿长成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